基隆城隍文化祭 大迷大帝台北较 宣传基隆沪国城隍庙207周年 台湾省城隍庙、台北町城隍庙、台北狭海城隍庙等 台北四大城隍庙首次蓄举基隆 为即将展开的基隆城隍文化祭暖身 記者會開場 邀請了金融團體表演熱舞 政府名證處長張元祥 和舞者挑戰16噸 獲得在場來賓拍手叫好 滿滿一桌子的蕭鹿知名美食 基隆市副市長邱沛玲 議長童子偉 名證處長張元祥 大力行銷基隆美食 基隆是全台灣做得最好的城隍廟之一 我不好意思說全部 說之一 很感激基隆的城隍廟 在地方不僅保佑了地方的人民 而且照顧了在地的商圈 更重要的是他們贈品做得很棒 給大家看一下 很特別 謝謝城隍廟 基隆城隍廟從1818年開始 嘉慶皇帝年間就已經擁有 就已經佇立在基隆 守護我們的基隆港 守護我們的台灣所有的全國人民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我想值得推動 讓又可以結合我們在地的美食 來文化推廣 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 我們這個農曆七月辅度剛結束 就是把老大公送走 然後這個城隍廟日巡夜巡 就是來看看還有沒有在 這個凡間的這個老大公 基隆城隍文化祭將在9月7號 下午3點在海洋廣場正式登場 接下來重頭戲 9月18日有日巡 來自全省城隍廟聯誼會總會 各縣市的城隍廟 齊聚基隆舉辦繞進 下午1點從城隍 下午1點從基隆城隍廟出發 廟方又準備了8000個鹹光餅 讓民眾保平安 那今年呢我們基隆2007年呢 是我們基隆城隍文化祭的開羅開始 那這一次呢有來自台北四大廟 城隍廟來進行起伏繞進 因為四大廟他們從來很少 讓私底下這樣碰面一起合作 那所以說這次特別邀請他們來 也慶祝他們在台北市呢 今年剛好是140週年聯合慶典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先把他邀請來基隆 我們這次城隍廟呢 有準備了8000個鹹光餅 將在廟口任薑咖 任薑咖我們把鹹光餅發給各位 即祈福他們吃了平安 那在石球嶺那邊也會進行到任薑咖的儀式 我們四大廟呢 就是為了慶祝西隆戶國城隍廟207週年的安座大典 所以我們全部都會到齊來迎接這個 齊安這個繞進活動 老大公廟觀看門儀式完成 象徵農曆七月正式畫下據點 藉用城隍文化祭隨之登場 今年正值護國城隍安座大典207週年 就將延續傳統進行日巡和夜巡遭境 也將與台北市四大城隍廟共同遭境 祈求國泰民安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詞二維吉祷 還有 大西元 全